Captaino Pacific Park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今天我們要去Captaino Pacific Park 然後我們旁邊這邊就是Captaino River 這這條河走的一個步道 這步道來回是大概15公里左右 需要走4個鐘頭 如果大家從市區出發的話呢 就可以搭257或是250 來到那個Park Royal 這個指標寫著Captaino Pacific Trail 這邊呢是那個Amerside Park 那邊也很漂亮 今天大概有20幾 22度左右 然後像我現在穿著短袖 然後外面穿著一件防風外套就覺得超熱的 剛剛吃完我們的中餐了 就是沿著這個Captaino River 走走走走走 Captaino River它就是劃分了那個 West Vancouver跟North Vancouver 它剛好是在中間的一條界線 Captaino Timber Company 所以以前這邊有個鐵軌耶 你看起來好累喔 其實我們今天會來走這條 然後是我之前 看到有人推薦這邊 然後看到那照片好漂亮 它是一個很像那個瀑布 看到那個樓邊耶 這個木材好漂亮喔 有什麼過去的 今天根本就跟夏天一樣啊 怎麼過去的 今天根本就跟夏天一樣啊 就像我們走的地方 可是河岸那邊其實是沒有路的 可是河岸那邊其實是沒有路的 不過大家可以下去拍個照喔 很漂亮的 走吧 就是跟著這個指標 一走會到馬路耶 才看一張地圖河 我們才走了一小段而已喔 那妳只要往哪兒走啊 應該是那邊吧 應該是那邊吧 就是沿著河啊對不對 而且還要載500公尺喔 要走出來後 就是會走在馬路旁邊 那邊那邊 就可以走回那個trail了 走到河邊了 我上次看到一篇文章 是寫就是 五條路線 給JDK投 然後呢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就把連結傳給他 我朋友就把它加到書籤了 就這樣子 夠Lazy的啊 下次記得來喔 不是只是把它加到書籤而已 為什麼那麼可愛 這是給狗狗的 所以裡面有很多扁扁 好啦 一點都不恐怖 這前面這就樹啦 這個一直走走走 老婆會走到一個水壩 我們現在才在這裡而已 就是往這裡喔 那邊是狗狗走的 這邊是人跟狗的 什麼叫狗狗自己走啊 喔 我講錯了 這邊是狗狗犬子 要不要系鏈子 然後這一條是你的狗狗 一定要綁上鏈子 我剛剛說 我自己走 人不能走就對了 其實兩邊都可以 要走哪一邊 這趟 這裡感覺真的是比較少人來耶 我們剛剛走進來這邊之後 就沒看到什麼人 衝啊 我們旁邊還是那個耶 Capano Suspension Bridge的地方 所以一邊是免費的步道 一邊是付費的 對阿我們繞回來 為什麼 這後面是我們剛剛走進來的地方耶 發生什麼事了 那我們是繞了一圈走回來喔 對啊 沒錯 這是我們剛剛走過的阿 我剛剛有看到前面那個 樹枝上的帽子 我們現在要離水坝越來越遠了 我們又走錯了喔 所以還是要走到 剛剛不是有說兩條嗎 一條往左 一條往右 喔 我想起來 剛剛是你說要往右邊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往 剛剛的左邊那一條 你回去看影片就知道 其實兩邊都可以 要走哪邊 好 又回到原本了 應該是往這一條喔 天啊 這個怎麼那麼長啊 我們要走多久才會到水坝 要一個鐘頭吧 好吧 全力充斥了 看到一個觀景台耶 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拍照 他說他不想幫我拍照 所以要趕快走過去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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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巴要往這裡走 是喔 喔 這邊是直接到馬路了喔 是喔 GO 這後半段 感覺比較有hiking了 因為有一些上坡 剛剛那邊出來後的左邊 才會到那個水坝 然後右邊 就是我現在的後面 是到那個鮭魚長安場 中 也快到水坝了 前面就是水坝了 重建光的我 好美喔 天啊 就是這裡 好美喔 看起來滿恐怖的耶 水看起來超平靜的 然後這邊整個反差耶 哇 好恐怖喔 還可以到那邊拍照耶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這裡玩耶 因為這裡又不用錢 又很漂亮 不過呢 我覺得不用走來回 我覺得來回太累了 來回是大概15公里 哇 這邊還有一個大草坪耶 這裡好漂亮喔 其實我們今天會花三個小時 主要是因為我們有那個迷路 所以大家記得看完指標 然後還要看那個地圖 最好是在Google Map上 再確認一下現在在哪邊 對 因為我們剛剛就繞了一圈 然後又回到原點 我覺得從一開始到最後啊 其實有滿多的變化 一開始是比較平緩的步道 旁邊就是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房子 然後接著呢 會慢慢的一直走到 比較森林裡面的地方 比較多上坡 還有經過了很多小橋 最後的上坡會比較陡一點 不過也不會到很難 還有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走單程就好了 因為這邊其實出去等一下可以搭車耶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 今天的算是探索吧 呵呵呵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分享喔 掰掰 我走到前掰掰 我要去玩了 那如果大家只是想要來看水壩的話呢 也可以開車到這邊 這邊有停車場 然後從停車場那邊走進去 很快就會看到水壩了 有4條trail可以走耶 然後我們今天是走這個 Capano Pacific Trail 那它這個是5公里 來回是5小時 走出來後就可以看到這個公車蛋牌了 好想要來看水壩 我們要去看水壩 我們要來看水壩 那我們要來看水壩 我們要去看水壩 我們要去旅壩 那個水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